我今次继续讲《伊治释放》的第二课 其实可以说第三课 因为第一课讲到明白我们的开心可以梦 如何处理如何留意路电波 都是帮我们释放的 因为当我们知道如何放松 什么情况放松家的人 是会平安轻洒 如果大家去上很多《伊治释放》的课程 就不会像我这个课程 因为为什么呢 通常来说都是讲到灵界 如何去《伊治释释放》 但我今次所讲的是 甚少人将《伊治释释放》放在一起 就是和神有同样的世界观 其实在我们辅导的人 我们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世界观 是不是跟神的世界观一样 很多人说什么呢 哎呀好不开心啊 好烦恼啊 哎呀有经济问题啊 有前途的问题啊 很多问题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是被这个世界的困难 困锁住了 于是他就不能够做一个开心快回来 一个喜乐的人 如果天天担心的时候 心灵自然有重担 那其实担心怎么拿走呢 就是深信神是掌管全世界一切的历程 所有历程 而在这个世界只有两班人 一班是进闪门的 是进闪门的 圣经说 有些人说进闪门是难的 的确实是难的 某程度 不过耶稣说 我的厄是容易 我淡自己轻散 其实耶稣说什么呢 进闪门是小人 他不是说难 因为耶稣来说 是不难的 所以他说 他的厄是容易 淡自己轻散 难是因为 我们需要放下自我 当我们走这个执门 走神的路 其实神是掌管了整个世界的历程 当我们走这条路 神就会为我们铺路 整个世界的历程 就是为了我们 能够祝福更多人 这个就是 神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 就是尽量 这班走乘路的人 影响这个世界 带领他们信主 并且做一个美好见证 有些不肯走这条乘路的人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生命 就是成了一个见证 他们就看到我们的见证 因为到审判的时候 我们的见证都会审判他们 就是说 同样这些人 都有困难 但他们有什么不同 就是当我们深信 原来神是掌管世界一切 所有的事 那我们就会 对前路不担心 我们就会 就会不烦恼 我们就会有信心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可以去更高的层次 所以你想释放 就是整个人 如何放松 就是说 我知道神掌管一切 我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完全释放 这里 人被捆绑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人对生命世界 和自己的制御执着 人对这个世界 对自己的生命 我应该是开心一点 我应该是顺利一点 那些人应该对我好一点 那些人怎么会这样呢 还有对于世界发生的事 为什么会这么多麻烦呢 还有我们的制园 我们应该是更加顺利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困难呢 因为这些是执着 但是越跟从神 就越得释放 神会掌管的 神会搞定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神一切都会搞定 所有一切在祂手中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就不会有担心 我们读第一点下 整个世界的历程 在神的手中 都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 不是为了叫人得 财富家庭和成功 整个世界的历程 根本就是为了 在神的手中 神掌管了一切 什么东西都知道了 将来他已经知道了 我们进入他的计划 我们就不用怕 什么都不用怕 而我们从圣经的预言 发生的事 我们知道神一切都会说到 预定了 神不是预定 就是说 有些人 我预定你犯罪 神不会预定你犯罪 但神预定是祝福人 但人听话 人的罪是由人 罪是由人来的 由魔鬼来的 神不是预定你要犯这个罪 神是预定我们 在犯罪中得到帮助 神如何拯救我们 这个就是神的计划 耶稣也说到 说到他被听神前 他说这件事是必然发生的 是一定发生 但是不是一定由由大出卖他呢 其实由大不出卖 有别人出卖 不过由大他自己 他明知道神这么好 但他依然出卖的时候 耶稣已经知道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这个是神知道 但不是神要他去出卖耶稣的 好 接着下一点就是 人的生命全部在神的手中 完全在神的手中 《雅科书4.1》13节 一起读 是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再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来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是一片云露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在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说 有人就以为 我要去哪个城 我都做生意 但其实明天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以求祝大令 我们可以计划 但我们不掌握到 我们掌握不到明天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就好像一片云露 好像一片烟露 一会儿就没有了 当我们明白 原来我们的生命是烟露 但如果我们 一路为主 是奉主 我们的生命为主 我们就 所有的就变为金银宝石 但如果我们 什么都没有跟从神 就一切都是云露 即是说 我们的烦恼 我们一直努力 追求什么 想得到人的欢喜 这些全都是云露 一切都要过去 我们只能够说 主日愿意 我们就可以回着 我们可以做这件事 做那件事 其实当我看回我的生命 我看到神是真的安排 很多东西是神特别的安排 譬如我以前的太太 认识无归主 是神特别安排 我认识祂的时候 就是好像有一种力量 叫我和祂在一起的感觉 而最后 一方面是祂对我生命的祝福 另一方面就是 祂的姐姐在路德会里面侍奉 不是在香港 而外国 而因为这个路德会 牧师就跟我讲过路德会的信仰 我以后知道路德会的信仰很好 其实最后他找了一个宣道会的牧师 后来做了路德会的牧师 他就叫他跟我谈 而我最后是查希列文的圣经 当时我已经读了希列文 但我用希列文和英文对着圣经 看全本新药 当我看的时候 我发现 原来人的德教是神的工作 这是路德会里面的很重要信仰 我说不是人的决志 而是神的工作 我就是神感动人 所以人会信主 他自己信主 但是神改变他 当你很想举手的时候 你已经很想 你已经是信了主的 你很想举手 即是你说很想信耶稣 那时候其实神已经改变了 那我就去路德会 但去到 学到这个很重要的教语 就是分建律法和恩典 和看重神的恩典 所以我时时都会说到神的恩典 那这个教导就是神想学 神想学到这个教导 将他传认出来 那这个都是神的计划 其实神一切都有计划 大家有没有想起 你怎样信主 你信主的过程 譬如我未信主之前 我大约是高小的时候 我做了一次踩个老鼠尾 因为住在宿舍是没有骚髒的 那那个垃圾桶那里 那时候的灯刚刚烧了 那是黑黑黑的 我穿着拖鞋走过 不是我家的垃圾桶 而是楼下的垃圾桶 就是我们全闻到垃圾桶 走到楼下那里 当我走过的时候 一踩踩踩到东西 跟着一声 跟着一声 跟着脚趾被咬的感觉 跟着摸摸是有血的 我只会去老鼠 但是当时我未有这个知识 老鼠咬我以后 很严重的感染 我只是把血汁出来 跟着抹干它 就算了 又没有说给好几人 但是神保守我没事 其实我想起很多事情 我之前说的有不同 其中一个我最近想起 我也是很感谢神的 就是我眼睛可以是 事往往脱落 有什么发生呢 有一次我去打球 那时候还没有很清醒 那个球打了到柄 就是柄的风向不好 跟着球由柄弹到我眼中 不是直打 如果直打 他眼睛就不行了 他一打到眼前一刻 我立刻跪下等了一会 然后再起身 看回东西 但后来我发觉 我那时候去上班的地方 为什么那场上有个圆波 光的圆波一直这样升上去 那我说 是不是外面有人 贪得意 我初来以为有人贪得意 用个电筒照 我看一看 那是外面不可能可以照到的 而我发觉 是我眼睛里面有这样的圆波 那我就去医院那里检查 他就跟我滴点眼的水 把瞳孔放大 他就说定 你回去 你一定要拿太阳眼的来 因为是会同样放大 接着有个医生在那里面照着 他说我看不到 不过你可能是 事往我脱落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是没有事可以做 你只是等 即是已经开始了 他可以继续 事往我脱落 那我就是依靠神 亲近神 那么 逐渐逐渐 是越来越少的 后来完全没有了 这些都是神的保守 我就会想起 这些所有在我生命发生的事 都是神是掌管的 大家会不会这样想 你信主的过程 你生命的过程 当我们深信一切在神的掌握 我们的心就不会担心 不会忧虑 只要我听话 只要我在神那边就可以了 不是神去我那边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就是神向约书亚出现 约书亚问他 你是帮我还是帮敌人 他说不是 两样都不是 我是你们的元帅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所以神是说 我们是去祂那边 不是祂来我那边 我们去那边 有很多人说 神你快去帮我那些东西 不是我们去叫神帮我那些东西 是我去神那边 神在神那边 神知道我在祂那边 祂一定会帮我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历程 我们看到生命的历程 我们就说神 我生命的历程在你手中 我完全信服你 我整个生命就会提升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什么担心 在我来说 我就是神 我感谢主 就是我人生的下半步 我才有这么大的生命的更新改变 圣灵的充满 和神给我这么多教导 我是很感谢主 我是有点远色 神 早点有就好了 不过我 但也有这样的原因 因为我在早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呢 在我以前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圣灵充满 所以全部是用圣经的教育 所以我用很多时间去研究圣经 这个根基 到我今天一样保存 就是我今天一样 我每个经文 我一定会尽量去发掘 去尋找经文里的意思 尋找神的属性 我不会只是圣灵的工作 一定是着重圣经的工作 因为神给我在未圣灵充满的时候 有十五年的师父 这个是给我一个预备的时间 这个都是神的安排 我觉得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而当时我去这个圣灵 就会因为王姐 王瑞君牧师 在宣传说 当这个报道家来到香港 他不单止在报道会 叫人去信主 他是会震撼这个城市 他说他去到哪里震撼这个城市 我说怎会震撼这个城市 我说怎会震撼这个城市 我于是去参加 因为通常来说 报道会我必去的 我不是要去信耶稣 但是他说震撼了城市 我就去参加 就在这个聚会经历到圣灵 这个就是神一早的安排 我感谢主 就是我参加那次的 世华少了望络的聚会 好了 接着第三 就是人靠自己 可以招惹神的怒气和惩罚 就是说 如果人靠自己 我用自己的方法 神会不喜欢的 路加十二章二十节 是说到有个财主 他有很多积传的 很多的收割 他说我的仓房不够 不如我再起多一个仓房 那我就对我的灵魂说 你可以享受 可以快乐 接着神就怎么跟他说呢 就是读读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益归随 凡慰自己的职财 在神面前 却不腐足的 有一事之一 神说我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预备给谁 其中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李小龙 在李小龙离世之前几晚 那一晚我真的觉得神特别安排 刚刚的电视就拍到李小龙 就是领了李小龙上电视 很沙尘 他在头上说话 就跟那个人说 我用刀要挟这个人呢 他就示范 串净 他手碰着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 在网上有个影片说的 他就说到 李小龙叫他怎么预备好 你放松 不要顶住 你放松就没事了 他就串净 就是用手指碰着他 跟着一发力 一发力 他整个弹了去后面 李小龙就说 我用刀来要挟 真是非常骄傲 但那几天 是真的几天的事 我在街上的报纸 买报纸 一看到李小龙暴毙 我难以相信 因为那时候 他对 红得很重要 因为他的功夫片 是从以前完全不同的 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呢 他很骄傲 因为他的电影 就是《死亡游戏》 而他呢 我也都知道 有个人 又是神安排的 有一次 我那时候在大学 在外国的大学 他跟我们说 今晚呢 就会有些人 想你住宿 内中也有什么情况 如果你哪个房间 可以给他住的 你告诉我们 那我就会给他 就有个人来 我们来住 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 他说 我小时候已经知道李小龙 我们小时候都玩功夫 然后我大过去见到他 李小龙又跟他玩几下 他一脚就踢了他十几尺之外 然后他又跟李小龙说 你信耶稣 李小龙说 好像我那样 信耶稣 他就拒绝 这些都是神安排 这个人的神 就是安排很特别的 例如有一次我在香港地铁 我在看一本拼音的圣经 就是有普通话拼音 我看到旁边的人都看着我的圣经 然后我跟他说 我信耶稣 这本是圣经 他说我信耶稣 他说我信耶稣 他告诉我什么经历 就是以前他去过 郭培里 他的背是寒背的 他说当时他有这个毛病 很辛苦的 去到那里 郭培里 当时有医治 早期的郭培里 还会有医治 他就叫那些人拿手巾去 然后他为那些手巾祈祷 就传给他 就像圣经所说 保罗在他身上 拿手巾和围困 放在病人身上 就可以赶鬼和医病 他真的拿了手巾回去 放在他身上 他真的立刻痊癒 但那几天 有个和尚来 就跟他说 你家里要摆地柱 他就摆地柱 接着病就回来 他又不懂得找人 当时也不是普遍有为病人祈祷 然后他一直以后都是这样 他就信耶稣 但是他以后有这个苦 这些都是神给我经历 是神安排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你的生命 都是神安排的 有些人告诉我 我上网不知道看什么 突然一旦彈出叶牧丝 看叶牧丝的影片 接着就找我 这些都是神安排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神安排在一起 但我们如果要夸耀自己 就拿来衰 我们夸耀自己一定的结局 是不好的 他说到这个神 就跟他说 无知人 今晚我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给谁呢 你为自己的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复足 即是说 你积财 但是你在神里面复足 你有愿意奉献的 神是喜悦的 但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不复足的 这样的时候也是这样 神可以随时要他的灵魂 大家记得 有一个耶稣说的比喻 说到有一棵 无花果树 种在葡萄园 不就应该很丰富 但他都不结果子 他就要把它斩下来 但那个管员就说 你给他一些时间 给他三年 我挖开土 加一些肥 如果不然 才要把它斩下来 那就是告诉我们 神见到有人 是没有将生命给耶稣 信从自己的时候 神可以随时将生命拿走 虽然神是 喜欢经常这样做 但是神是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 千万不要去冒犯神 觉得冒犯神不重要 冒犯神是很严重的 而我们在神的手中 是最安全的 所以两条路 就是扎路 扎路和阔路 很重要就是这样 很多人进了扎门 不过 他的脚还撑在阔路里走 我才是这样的人 他有一扎门 信耶稣 不过他不是走耶稣的路 他还在走阔路 其实这样的基督徒是不少的 基督徒其实是受苦的 我希望大家不是这样 我走扎路 我就走耶稣的路 我相信神的价值观 神的世界观 要一起在神的手中 我听了神的话 我走了神的路 他一定会看着我 一定会兴起我 祝福我的 接着第四点 非常重要 我们一起读 神掌握 经济资源 生命和一切机会 为了他的计划 因为神有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是祝福人的 《历代至上》 《二十九章》 十一节 希望大家记得这个经节 你可以找回 《历代至上》 《二十九章》 一个月有三十日 通常是《二十九》 有时用这个方法记得 记一些经节 《三十日》 《二十九》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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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四》 《三十四》 这个经文是很特别的 他说到 所有一切在神的手中 尊大是你是尊大的 你是至尊榮的 至伟大的 你充满能力 充满荣耀 所有世上美好的 都是从你而来 所有美好的都有荣耀 人都有荣耀 人有人的美丽 人的智慧 人的关怀 人的人性 感性 都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以及基督徒有神的生命 都是荣耀 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强性是胜利 胜利属于神的 神要谁赢就谁赢 例如我们看到旧约打仗的时候 神说谁赢就谁赢 最威严的是神 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所有东西都是神的 国道也是你的 任何国家 那为什么国家敌党神呢 但是神也有他的计划去拯救 那里面的子民 但是我们的责任 就是为他们祈祷 和尽量去帮助 就是我们在宣教上尽量去帮助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 更加去支持这些宣教活动 又能够去扩展 并且你是至高的 为万有之手 一切的元首 丰富专荣都从你而来 所有的 为什么有些地方丰富呢 为什么他有尊荣呢 都是从神而来 你也自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这个最后一句 对我们最重要 令到人尊大和强性都出于你 即是说 哪个人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成为一个梦福祝福人的人 有封性生命是在于你 但是神不是偏心 只是说这个人得 我人得 神是说所有都得 只要你将生力献上 当作回贼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以更生而变化 你就能够测验神的善良 尚存可以的指援 并且进入祂的指援 即是是人听话都可以 是人想信主一定可以得救 是人想成长被神使用都可以得 所以这里讲到最后一句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再读一下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即是叫人能够尊大强性 都是出于神的 给一张 有多的 好了 接着就是 神体重人信靠和遵从祂 即是神是体重的 神会祝福凡关心祂国度的人 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 神一定会祝福你的 神知道哪个关心祂国度 神知道 神知道你关心你自己 穿什么衣服 有没有人喜欢你 是否拍拖 神知道你的心在哪里 赚钱 或是天国佛事 如果你一相信神 你立即将神带给人 神是知道的 在我信主的时候 我感谢神 神让我有这个心 很想知道神是否真的 当我研究知道神是真的 所以我就四围告诉人 告诉人们 神真的很真 真的有天堂 真的有证据 我向很多人传福音 神就建立我这个传福音的心 和不同的方法 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 我经常都以神的心为念 经常都想更多人去信耶稣 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回应神 神就会起源 这样的时候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佛 他的异性 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神就会加给你 所有一切你需要的 神就会给你 神给你是容易借火的 譬如我讲一个例子 有一段时间 我在外国的时候 是有经济困难 但有个人忽然跟我说 我会帮助你 每个月他就匯一笔钱给我 一直帮到什么时候 到我后来有工作 然后他就停止了 神就会这样的 那我就说 到时候是怎么样 但神到时候又为我预备 其实我经常都经历到这些事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是你先求他的国佛 他一定知道的 接着就是 我们一起读最后的结论 可以说一起继续 神为他的儿女有奇妙计划 我们信从他 就能进入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 不代表没有困难 会叫我们有丰盛生命 有平安喜乐 力量供应奇妙的安排 生命的发挥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即是说 神为所有的子女 都有安排奇妙计划 但这个计划一定要进入 一定要信靠和遵从 才能进入 他的计划不是没有困难 我也有困难 但是他会叫我们有封诚的生命 整个生命封诚 你免不后悔 有平安喜乐 有力量 有功应 神功应你的需要 有奇妙的安排 很多奇妙的安排 生命发挥的机会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了 希望大家都是 每个人都在这种心态 就是这个神 属于神的世界价值观 不同 普通熟世的价值观 熟世的价值观 是什么呢 赚多些钱 就会有安全感 投资就会有安全感 但是神的价值观 就是你依靠神 但是同样 我们都是尽力做好 我们应该做 我今早的讲道 不只是依靠神的 我们都建立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同仁交往 第一是建立同神关系 熟灵的生命 以及同仁交往 能够有好的关系 工作的能力 每一件事都建立 我们的智慧聪明 和能力都建立 这样的时候 因为圣经里会说到 我们有信心就加上得行 有得行就加上知识 一路一路加上去 知识就加上忍耐 加上爱忠 最后就是爱忠仁的心 最后就是爱忠仁的心 还有拳敬的心 即是说到 基督徒的生命一路加上去 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神掌握一切 我听了神话 我就没有死了 那跟释放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需要释放 就是因为他捉住世界 捉住过去的事 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放手 对于过去的事 放手 对于烦恶放手 那你又说 放不了 你放些少也好 不想那样东西 就想着耶稣 还有我们上次讲到这个 上两节讲到这个 开心何以无 你就开心放松 哈 那你觉得松一点 你的身体出了这些开心何以无 那这个人就会越来越舒服 一路感谢神 一路赞美神 专注在神 就不是专注在世界 我们的生命就会提升 那人对世界 生命和世界的制裕 的执着是怎样呢? 第一种的执着 就是人想着 财富家庭成功 健康享受 就觉得 应奋享有这些 如果失去 就会怨天由人 第一种观念就是 这些是我追求 如果我没有 我就要埋怨 我就不开心了 所以为什么 那么多人烦恼 都是第一个原因 很主要的 他失去一些东西 被人伤害 他就一路埋怨 一路伤心 到底 因为他的盼望在人 那里 如果我们盼望不在人 而在神 整个世界的历程 我今天走什么路 去哪里 神已经知道了 我们立志行事 都会神在我们心里混合 说要成就他的美意 你怎样立心去做 和行出来 你听话的行动 都是神安排的 神会感动你 但你自己本身 又真的会这样想 你真的今天 你会回来 是因为你又会这样想 神在感动你 会回来 就是两样一起做功 第二种执着是什么 基督徒能够信主 事情应该顺利 如果有困难 就会对神埋怨 觉得神爱自己 觉得不顺利就是 神没有爱我 神没有帮我 或者其他因素 是不应该的 第三 就是基督徒对神的计划 没有兴趣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回教后 有朋友 有人关心他 得到安慰 有些好的诗歌 有些人喜欢这些 都说到 有些人真的立刻睡觉 他不是对神的教度有兴趣 希望大家 是对神的国 神的计划有兴趣 神的计划最好的 好了 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 一起读 信靠神计划 一起读 最后一课 信靠神计划 我们投入神计划 信靠神掌管万事 不执着 信从神 就不担心 想被神提升 就是信靠神有最好的计划 而我们投入 你信有好计划 都不行 我们投入 我们入这个计划 我今天做到什么小事 我入到计划 就行了 信神掌管万有 所有一切 什么都在神的手中 全部在神的手中 我不执着 即是我不执着 于我要什么 失了不要紧 不死得 信从神就不用担心 我信耶稣 我跟从祂 就不用担心 祂一切获安排 而且我想被神提升 进入这个高度计划 神给我们的意念 就是有A计划 B计划 C计划 这个意念从哪里来呢 有圣经根据的 比如圣经里面 很清楚讲到 老底家教会不难不已 耶稣想从口里套祂出去 那老底家教会 是不是A计划 一定不是 即是基督徒有些A 有些B 比如那麽多教会 那麽多保罗指责他们 他们在分党 他们是不是A计划 是否最好的计划 一定不是 即是他们是一个次等的计划 而罗马书12章1-2 就是讲到 你可以拆严神的善良 纯传起的子 你可以进去的 你可以分别进去的 是当你将生意献上 好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见 你就能进去 所以呢 进去的人就去 逐步上 A计划 不是那麽容易过去的 但是 是有潜质去的 不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天天全心 整天 由早到晚赞的天赋 放下不好的意念 跟着神要你做 你全部听完 你就可以入到A计划 这是一个策略性的 高度策略性的计划 如何高度策略性呢 神有个最好的计划 帮你提升 但这个提升 是会有些付出的 今早我们讲到有一个图 有舒服的 为什麽 跟着开始有一个巨怕区 一个舒适区 一个巨怕区 就是你离开这个舒适区 就会有巨怕 跟着有学习区 跟着有成长区 跟着有四个区域 我们要进入神完美计划 是要进入这个成长区的 就是你在舒服的环境 你去不了这个神最完美计划 你只能够做一个 就是 可能你信耶稣 但你不是进入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是进入 可能你要离开这个舒适区 进入这个巨怕 就是这个要达出 你可能会害怕 跟着你要学习 你要学一些新东西 所以你来这里学习 希望大家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不是只学到自己 是学到日后教到人 你会不会这样想 我学到日后要教到人 我以前我听到 我真的会写笔记 但我现在听到什么 我会放在心中 我会记住 我看圣经 看到好的经文 我会放在心中 我会记住 让我记得一些 圣经的教导 还有呢 有些好的意念 我立刻会写下 我也都感谢神 当我预备讯息 很多时候 神会给我的意念 我会一直积传很多的教导 这就是我生命的提升 要学习 接着就成长 如何发挥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智 即是说我们想释放 我们今次所说的 主要就是想释放 不只是有人跟你祈祷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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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释放 而是我们自己 不要执着这个世界 你执着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就扭着 很辛苦 很大压力 不开心 因为觉得世界 好像自己很委屈 在这个世界很受苦 那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会 依存 就很力量的 但是我们说 神掌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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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的路 神已经知道了 我走的路 神已经知道了 神已经有世界 我只要听祂说 神就会祝福我了 我一定会提升的 大家可否想象 一个想象的图画 你可以提升到 你想象 按照你有的恩赐 因为每个人不同 譬如你说 我都没有什么音乐感 但我想象 我将来彈琴唱歌 好好的 这个未必会发生的 神会通常是用 你现有的恩赐 和倾向 每个人有的性格不同 有些人的性格 你会知道 我是哪一种方向的 你可以想象 按照你的性格 倾向 你的恩赐倾向 你可以想象 那图画 将来你被高高提升 会去到什么境界 一会儿在小组的时候 我希望你分享一下 你想象一下 你的性格倾向 是哪一样 你的恩赐在哪一方面 你觉得 你可以去到什么境界 你一会儿在小组 我们都会分享 你能不能接受 神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还有为什么这么多人 有这些世界的执着 我们有没有 我们怎么可以释放 这些不好的价值观 我们怎么可以 有正确的态度 怎么走出来 还有你的梦想 怎么可以走出来 我已经传了给组长 有几个讨论问题 但你可以自己 再用其他都可以 他最主要就是说 原来我们想释放 不仅是有人跟你祈祷 有些人就猛问 恩公的事者 他祈不到我就搞定 是不会的 因为回家又烦恼 又怦争又怒躁 那些问题又再回来 而是我自己说 不要紧 神会掌管我一起 所以我可以放松 放手 轻轻松松 没有烦恼 不用担心 不用怕 我可以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大家看一看我手 我再方法形容 我形容这个世界历程 这个世界创造 世界末日 在我心中 我经常都有这个图法 神已经定了日子 还有什么发生 而我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是一个小环节 我在整个全世界的计划 只是一个小环节 但我做好这个部分 神就起源 我在身边就可以发挥 有永恒的想志 和永恒的祝福 而当人想走自己的路 一定是失败 一定是会困难 即他就算是 赚到钱也好 他不代表他得到神的祝福 即是在我心中 整天都是说 神有个预备计划 我在这个计划里面 是其中一部分 我想入这个计划 我想走到最尽的 是有策略性的发挥 求主保守我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 这种的心态 而不是说 随意 我喜欢什么 我是不行的 我整天都在一个舒适区 不出来的 求主帮我们脱离这个舒适区 那份东西可能在门口都有 那份我讲到 Shirley看看有 那份东西有写了我这些舒适区 还有有一部部照片 有些人就不敢做 不肯做 我做不到 然后想一些人就说 我看看我做不做到 我想做到 我尝试做到 我学做到 然后我努力踏出 我真的去做 我做到了 都是一部部的 那可能这个世界价值观 我们怎样能够给神改变 这个价值观 是我们需要 等一下才给神改变 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 思考 如何将这个世界 神的世界价值观 放在我们的心中 大家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 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个和释放有关系 其实很多人需要释放 就是他执着这个世界 执着他的环境 他的遭遇 他的不开心 人的伤害 执着 为什么我生命那么惨 都是执着于某些东西 就是这个世界价值观 是一个很基本的价值观 是最重要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生命有奇妙计划 你在全世界有一个奇妙计划 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 是一个小部分 但是求你帮我这个小部分 是合乎你的心意的 让你的子行在地上 而同行在天上 让你的子行在我生命之中 而同行在天上 让你的子 承在我的生命的历程里面 而同行在天上 当我们真的成就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是会蒙福 我们是会得着神 很大的恩典和祝福 求主施恩帮我们相信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 达出这一步 能够向前走 离开我们的舒适区 能够进入 一路进入成长区 多谢天父 中文字幕志愿者